女子打捷運往前一看 前面這名男子的手機 角度似乎不太對 不只角度很奇怪 男子還偷偷將手機越放越低 疑似想偷拍群體風光 卻沒注意到整個過程 都被女子用手機錄下 全程反搜證 恩小姐控訴 九號早上九點多 正要搭捷運上班 從臺北車站上車後 沒想到卻被一名男子尾隨 這一根就跟了八站 還拿出手機偷拍 也沒有穿得很暴露 然後也有就是 不透膚的絲襪 所以其實我不曉得 為什麼她要有這樣的行為 根據恩小姐敘述 疑似偷拍的藍衣男 身高大約一百八十五公分 身形高瘦 目前恩小姐 也已經向轄區警方報案 捷運偷拍層出不窮 先前就曾有一名 省系男子 竟然偷拍女子上廁所 還將影像賣到色情 網站牟利 遭到起訴後 依然學不乖 在捷運上 又偷拍女學生 群體風光 甚至尾隨對方 拍下正面照 續後一查才發現 省系男子的父親 竟然還是一名退休法官 北姐認定他釋犯 兒哨法 將他起訴 手機鏡頭一擺 偷拍無所不在 但監視器通報也在進化 別以為不會被人發現 介紹維林猶桃 台北三郎報導 海花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 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 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 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